他拍大戏从不用替身 曾因三次应接李小龙的飞梯 而被李小龙指名担任影片武术指导 之后他因僵尸先生而名声大噪 由他饰演的九叔更成为一代经典 他是中国香港影坛的传奇人物 而后因多次出演僵尸类题材电影 而被全国观众尊称为僵尸片的开山鼻祖 他是如何踏入电影圈的 他的成名之路上又历经了哪些艰辛 而他的僵尸电影为何被称作无法超越的经典 本期就带您走进林郑英 感受他精彩的传奇人生 1971年 李小龙回到香港后 在泰国拍摄第一部电影《庞山大凶》时 因为是新人的关系 也有可能是踢了红金宝那一脚的关系 遭受到剧组里面那些龙虎武师的诸多看清 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的武术指导 林郑英和陈慧毅 有一天 李小龙实在忍不住了 叫住里面最能打的林郑英 然后让林郑英带好护具 准备上演一出杀鸡警猴 林郑英刚穿上护具 李小龙一脚就把他给踢飞了 当时 年轻气盛的英叔又如何甘心就这样被打败 连忙爬起来继续战斗 然后 他又再次被踢倒 又再次站起来继续 事后 李小龙再回忆起这场决斗 都对林郑英的坚韧和顽强佩服到不行 也许正是因为英叔骨子里这份不屈不挠 不怕苦 不怕扛 不怕死的精神 才间接导致了他英年早逝的悲剧吧 林郑英的电影圈之路 1952年12月27日 林郑英出生于香港一个特别贫穷的家庭 父母以帮人包伙食为生 加上他总共有兄弟姐妹六个 都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 1963年 才刚晚十岁的林郑英 就被送进了香港春秋戏剧学院 拜入京剧大师粉菊花的门下 当年在香港 粉菊花的春秋戏剧学校 和于站远的中国戏剧学校 给整个电影界输出的人才最多 林郑英 董伟 陈宝珠 肖芳芳 罗嘉英 尊龙 都是出自于粉菊花的粉家班 而粉菊花本人更是早就名声在外 功夫非常了得 民国初期他就已经是著名的刀马蛋 并且还是中国第一位功夫片女星 1925年变童著名小生林雍蓉搭档 主演了中国的第一部武侠片 女侠李飞飞 只不过越是戏曲名家 越是知道这一行 只有吃的苦中苦 方能真正成才 所以粉菊花教徒非常严厉 曾在1985年 凭皇家师姐 过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最佳男配角奖的孟海 小时候就因为受不了那份苦 还跟同学们密谋离笑出走过 结果被粉菊花一番甜言蜜语哄回来后 又遭到了一顿毒打 然而 当年家境异常贫困的林正英 深知自己除了跟着师傅好好练功之外 没有任何退路 所以他可不敢生出一丝逃离学校的想法 再苦也只能忍着 挨打也只能受着 这一遥就是五年多 直到1969年 他才经红金宝的介绍 进入了邵氏兄弟电影公司 做了一名龙虎武师 也就是武打替身演员 那时候因为身材瘦小 他做的更多的 还是正配配那些武打女演员的替身 不过每天70块钱的酬劳 比起他在京剧团里唱戏可要好太多了 要知道哪怕在十年后 另外一位不到18岁的未来功夫巨星 李连杰 主演第一部电影《少林四十》 一天的酬劳才仅仅一块钱而已 所以 英叔对于自己能够进入到电影圈 成为一名替身演员 还是很感恩的 更何况不到两年后的1971年 洪金宝从邵氏兄弟电影公司跳槽 到佳和电影公司 然后把他也带去了佳和 开始担任武术指导工作 这份帮扶和知遇之恩 何以为报 所以 英叔很有可能是因为得知李小龙 踢了洪金宝一脚 所以才会在唐山大兄的片场 不断挑衅李小龙 然后跟李小龙应客了一场 其实像英叔这种从小吃很多苦长大 又老是本分 不善言辞的人 往往特别懂得知恩图报 别人对他一分好 他一定会想着用十分的好去回报对方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太过重情重义的性格 所以总是不懂得拒绝 以至于日后深深地害了他 当然 也正是因为这种重情重义的性格 所以洪金宝才会在日后那般力捧他 李小龙 大概也是因为他的那份人格魅力和动作 设计天赋所折服 所以在之后所有的影片 也都指定他来担任武术指导 甚至在拍摄《龙争虎斗》时 李小龙更是跟家和的老板邹文怀讲 如果没有请到林郑英来担任他的武术指导 他宁可不开机 林郑英的巅峰之路 1973年 李小龙因病去世 之后没多久 洪金宝便成立了洪家班 林郑英也跟了过去 成为了洪家班的骨干之一 一边继续做着武术指导 一边在一些电影里面客串个角色 虽然进入到80年代后 他也开始在拜家宰 《人下人》等电影中担任主角 可是以他那副不苟言笑 冷峻却又不够帅气的形象 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丝红的迹象 直到1985年 一心想做导演的摄影师刘关伟 私底下悄悄请到黄炳耀 司徒卓汉和黄英弄出来一个僵尸 题材的剧本《僵尸先生》 然后找到洪金宝 说想要拍这样一部电影 因为有着之前灵患类影片 鬼打鬼和人吓人的成功 洪金宝觉得这部《僵尸先生》倒也值得一拍 就同意了这个项目 然后洪金宝找来林郑英 以及在普吉岛旅游时 认识还没多久的钱小豪做主演 林郑英和钱小豪在那个时候 还都是毫无铭记可言的新人演员 所以为了票房考虑 家和的老板何冠昌又去把 早在1976年评喜剧片 半斤八两 成名的许冠英请了过来 1946年出生的许冠英 其实比林郑英还要大上足足六岁 可是在《僵尸先生》这部电影里面 饰演的却是九叔的徒弟 事后 徐冠英凭借《僵尸先生》这部电影 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但他说自己是男主角 所以拒绝接受 有意思的是 另外一位真正的男主角林郑英 竟然也获得了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所以这部电影等于只有男配角 没有男主角 不过虽然说那一年 香港金像奖也没有承认林郑英 在《僵尸先生》的男主角担当 但是他凭借这部掀起香港影视圈 拍摄灵幻僵尸题材电影热潮的电影 迅速地红遍了大江南北 并且从此奠定了他在之后的影图中 那个深入人心的道长形象 电影里 林郑英第一个出场镜头满脸严肃 看向他做错动作的师弟那一眼 仿佛就是在向所有人宣告 以后这就是道长的标准和正统了 当然林郑英之所以能把毛山道长演得那么传神 那么深入人心 除了他自身对于动作设计的天赋 和多年的武术指导经验之外 小时候家里有位伯伯 就是做毛山道长的导演刘关伟 其实也功不可没 而刘关伟凭借《僵尸先生》这部诚意之作 也是收获颇丰 他不但从此如愿以偿地正是踏进了导演界 还成功泡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 担任女主角的李赛凤 2007年 李赛凤被曝出与一子宗天毅有不正当关系 有媒体记者还曾打电话给刘关伟询问此事 刘关伟气得不行 破口大骂道 有没有搞错 我们在1990年拍完《夜魔先生》后就分手了 拜托 我们都分手十几年了 这是来问我 然而 刘关伟凭将施先生走红之后 春风得意地收获了一段甜蜜爱情 可是 林郑英走红之后 却黯然神伤地失去了一段婚姻 林郑英的情史与陨落 1988年 越来越忙的林郑英 与前妻郑冰冰 结束了才相处短短五年的婚姻 一子一女的抚养权 全部归林郑英 由此可见 提出离婚的应该不是英书 否则子女的抚养权不可能全部都归她 只不过古板冷峻 刚强正直 重情重义的英书 对婚姻伤心失望之余 大概也深知 自己这性格应该是很难讨女人的喜欢 也很难再遇到爱情了 所以 她一个大男人 才会极力去征得两个年幼子女的抚养权吧 可是有些缘分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七年后 英书 终于还是遇到了与她性格 几乎截然相反的怨穷丹 爱情是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 非常微妙的东西 大概只有深爱过的人才知道 爱上了那就是爱上了 没有道理也说不清原因 情不知所起却一往而深 1995年 林郑英 在拍摄香港亚洲电视台的电视剧 《江诗道长》时 认识了怨穷丹 不口言笑的她在片场总是板着个脸 满脸严肃认真的模样 没人敢靠近 可当年的怨穷丹 就是深深爱上英书的这副模样 然后开始拼命地倒追她 晚上拍片结束后 怨穷丹会跑去过跟英书说 我开车送你一起回家吧 可早就对爱情心如死灰的英书 却一脸冷酷地拒绝说 我有脚 我自己会走 尽管如此 怨穷丹依然没有放弃 依然想方设法地去拼命接近 融入英书的生活 整整苦追了一年后 怨穷丹才总算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五热英书那颗早已冰冻的心 然后 她赶紧把自己的家 从跑马地搬迁到西贡 跟英书生活在了一起 那时候的他们只要有闲暇 就一起种花 一起吃大排档 一起饮早茶 一起憧憬着未来 英书说想要开个铺子 跟怨穷丹一起经营 那段时间 他们真的很幸福甜蜜 可是好景不长 他们这样幸福的生活 才过了短短一年 天度英才 英书于1997年检查出了 肝癌晚期 英书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后 为了不拖累别人 于是瞒着自己的病情 毅然决然地跟怨穷丹分了手 并且搬去了一个 没人知道的地方 怨穷丹深知英书 说一不二的固执性格 只要做出决定的事情 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改变 所以尽管他心里万般的 委屈和酸楚 但还是无奈地 接受了英书的选择 1997年11月8日 林正英在香港九龙盛德 泪撒医院与世长辞 终年45岁 虽然英书饰演的道长 深入人心 可是他的葬礼 却是用的佛教仪式 曾经指导过《波牛》 《群龙夺宝》等电影 后来再拍摄完 达摩祖师出家 做了和尚的原阵阳 也在执行仪式的众和尚之中 英书葬礼那天 人们都在纷纷猜测着 为了逃离那个伤心地 已经从亚史 ATV 跳槽到无线电视台 TVB 正在赶拍电视剧 《真情的怨穷丹》会不会到场 没想到 怨穷丹不但在那天请假赶到了现场 还在英书的灵堂上 披麻带笑地哭红了双眼 并且以魏王仁的身份答谢众位来宾 一对恋人 半路上留下的那个 苦啊 于是 学会过没有你的生活 是我余生的功课 不知道是不是英书的在天之灵 怨穷丹在那份孤独和痛苦中 足足熬了三年多 他幸运地遇到有着玻璃大王之称 香港富豪黄乃洋 并且还幸运地最终修成正果 然后于2004年11月7日 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了 结语 如果英书当年不那么拼命 如果他的性格不那么固执 如果不是再苦再累 他都硬扛着不肯出声 要知道 仅仅1992年那一年 英书就主演了超过八部灵幻僵尸片 可以说全年都在没日没夜地拍戏 如果 可惜终究没有那么多如果 英书给香港电影 带来了一个黄金僵尸片的时代 给世间带来了一个经典的道长形象 给人们带来了无数惊喜和欢笑 只是重情重义的英书走后 似乎也带走了灵幻僵尸片的最后一点 星星之火 日后再也没有了让人称道的僵尸片 更没有了真正的道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港兄说鱼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